黑衣男子一邊走路一邊回頭大聲嚷嚷 拉著一旁的黃衣女子準備要把車子開走 只見她走到半路還回頭怒罵不雅自演 整個過程都遭後面的民眾全部拍下 黑衣男到底在氣什麼 當時這名駕駛就微停在這個路口 沒想到騷人拍照檢舉後竟然惱羞成怒 甚至還標罵三字星 晚上11點多在新北市盧州 原來拿手機拍的31歲成性男子 看見黑色兵士轎車微停在路口紅線上 才拿起手機要拍照 沒想到這時51歲的成性駕駛健壯 發現自己被拍了 擔心被檢舉還不斷朝對方標罵 最後男子看不下去報警 也對駕駛提告公然侮辱 駕駛微停在路口 恐怕被罰最高1200元的罰還 雖然最後男子沒有檢舉 但他遭標罵不雅自演到派出所提告 警方通知駕駛道案說明後 將他一公然侮辱罪 含送地檢署偵辦 這回明明雙方互不認識 卻因為差點遭檢舉朝人辱罵 現在要收下的不是微停罰單 恐怕得背上行責 TVBS王金螺蘇派與新北市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